大家好,欢迎收看经典传奇 我们知道尼斯湖水怪之谜让全世界是好奇了上千年,也头痛了上千年 可惜,咱们以前的节目里面就说过 种种证据表明,这个神秘的千年老妖其实是个人造的千年骗局 或者说是个国际玩笑 您真要在尼斯湖边天天守着,想等着这水怪现身 那绝对是下单无功夫 不过呢,前几年呢,在咱们中国,又有人信誓旦旦地说 说自己看到了真正的水怪 而且这闹出的动静啊,不比电影里的小 看完这段呢,估计不少观众人在开门 好你的后面啊,刚才还说,人家这尼斯湖水怪是造假,是骗鱼 这一转眼,你小子又想拿这一段,明显是电脑处理的画面来忽悠人 把我们当啥的事了 哎,您先别急着骂我 刚才这段画面,它是电脑做出来的,不假 可里面的情形,人家那可是赌锅咒,发锅事,他绝对亲眼所见,百分之百的正常 只不过呢,当时手里面没照相机,摄像机,没能把他给拍下来 还不行,没关系 我给您呢,一五一十的从头说起 新疆阿尔泰山,有个地方呢,叫喀纳斯湖 这位就是喀纳斯管理局的护林员金刚 名字够戏拍吧 跟电影上里那只超级无敌大猩猩,他一个名 哎,那只叫金刚的超级大猩猩啊 咱们的护林员金刚,他没见过 不过呢,几年前 他倒是亲眼见过另一个超级大怪物 大概是下午的五点到六点左右 我那个护林员金刚嘛,整个喀纳斯湖的那个香油可以看到 我一看到湖中间就是有一个红的东西 有一个红东西在那个地方 湖里有东西,什么东西 一开始那金刚呢,还没怎么在意 不过呢,等走近看清楚一点呢 他觉得有点不对劲 湖里那个东西啊,足足有十多米长 金刚呢,在湖边干了十几年 也从来没瞧见过这湖里面有过这么大的东西 更让他吃惊了 那个东西呢,似乎还是活的 一晃一晃的在动 那么当时呢,金刚还以为自己是眼花了吗 赶紧就找来同伴 让同伴呢,来看看这湖里面到底是什么 他一看掉以后就说,哎,好像是一个大树吧 飘着是一个大树 我说,那个树是怎么称 紫一个红 紫红色的呢,你看一看 最后他一看以后,我对讲 那个是,我看起来好像不是木头 那个是个什么东西 到底是个什么东西 哎,金刚和同伴呢,决定再靠近一点去看看 可惜啊,这时候呢,天已经暗了下来 虽然俩人一溜小跑 可等他们跑到湖边的时候呢 湖面上只剩下了一个模模糊糊的影 最后呢,金刚还是没能够搞清楚这个湖中间呢 他到底是个什么东西 回家之后啊 他就睡着了 满脑子那边想的,他都是那个东西 第二天一早呢,他又跑到了湖边 可让他失望了 这时呢,湖面上什么都没有 那回到单位呢 他把昨天看到的怪事啊 跟同事这一说呀 哎,没想到 同事们都觉得他大惊小怪 啥,啥活的东西啊 肯定就是根木头 原来卡纳斯湖边上呢 它是大片的原始森林 那一些枯死的大树倒了之后啊 它就会掉进这湖里 随着波浪呢,上下颠簸 远远的你看上去呢 倒是有点像一个东西在动 所以呢,同事们都认为啊 金刚看到的 不过就是根儿飘在水上的大木的 可金刚说了 说自己干了这么多年湖林园 眼神好的呢 隔着老远 这林子里面有一个火星子 他能够看得清净土土 更别说这无辙无澜的这个湖面 什么是大树 什么是活物 他还能看不出来吗 那个要是不是一个活的东西的话嘛 他不应该是在那个地方 从那个一个在那个地方嘛 不会也可能是要往东 也往下 他就不会这样的往这 就这样转的 走 哎,金刚说是活东西 同事们说是湖里飘着的木头 他东西都不在了 那还能争取个啥名堂啊 就这么着 一晃啊 两年的时间就过去了 就在大火 都快忘记这查事的时候了 哎,这年的秋天 那个东西呢 又出现在了金刚的眼前 怎么回事呢 有一天 金刚呢正骑着马巡山 无意间呢 他又往这湖里呢 扫了一眼 您才怎么着 哎呀 两年前看到的那个怪物呢 竟然又现身了 我骑着马巡山过来 所以湖中间有一个东西 来 当时呢金刚啊 差点没叫出声了 这回他可看清楚 湖中间那个东西呢 不光在动 而且呢还在水里呢 起起伏伏 哎,这次呢 一定要搞清楚 这家伙的底细 至少呢 得把他给拍下来 可金刚呢 在一摸身上 糟糕 出门的时候呢 既没带望远镜 也没带照相机 那怎么办呢 幸好湖边 哎,他就有当地牧民的帐 金刚打马 他就往这个帐上奔了过去 打算呢 到这个牧民家啊 借个望远镜 我这照相机实施 他等他品行帐 把在湖里面看到怪物的事 跟那个牧民们一说呢 牧民不但没写出惊奇 一向慷慨大方的他们呢 还变小气了 说啥的也不肯把这个相机和望远镜拿出来 这是怎么回事 上一节说到 金刚呢 又一次在卡纳斯湖呢 看到了巨大的不明物体 可当他准备向湖边的牧民 借望远镜和相机 彻底搞清楚这个怪物底细的时候呢 牧民们呢 却急了 不但不见相机 还警告金刚说 那是我们的胡胜现身了 你可千万不能去京东堂 胡胜 这是什么玩意儿 哎 看着一脸迷糊的金刚 牧民才说出了这胡胜的来历 话说 多年以前 程吉思汗带着他的这个蒙古铁骑呢 远征中央 行军途中 他就来到了如今的卡纳斯 那程吉思汗一看 这地方群山环抱 古墓参天 中间 它是一网清澈的湖水 哎呀 真是个好地方 他就问这带路的向导 说这地方叫什么名字啊 向导呢 他就说了 大韩啊 这地方呢 还没名字呢 程吉思汗一听啊 那 我给这取个名字 就叫 卡纳斯吧 这卡纳斯是什么意思呢 哎 蒙古语力啊 他就是美丽而神秘的地方的意思 取了名之后呢 程吉思汗呢 还特意让这大军呢 在湖边停了下来 不走了 为什么呢 原来 他看上了卡纳斯的风水 想把自己百年之后的陵园给建在这 可这军情紧急啊 你总不走 他也不成啊 怎么办呢 哎 这时呢 有手下人就看出了程吉思汗的心思 他就说了 这大韩子 您是怕有人比你截图先跟买 我也答应 这北海里呢 有条蛟龙 就先派他来帮你守着这个地方 再留下一队人马 哎 要他们在呢 这地方保准 谁也想不懂 这程吉思汗一想 哎 这是个好主意 从此 这卡纳斯湖里啊 就多了一条的蛟龙 而程吉思汗留下的那队人马 从此呢 也在湖边繁衍生息 成了今天的图瓦牧民 湖里的那条蛟龙呢 哎 他就成了图瓦牧民心目中的湖胜 据说呀 几百年来牧民们常常都能看到湖胜现身 我曾经在距离湖边五六十米远的地方 看到一个像贝奇一样的东西 颜色是灰色的 当时水面有反光 我看到 那个东西露出水面 大概有一米长 五十多厘米高 很快就沉入水下了 哟 光一个贝奇就一米多长 那身子得多长啊 那还不得十来米长啊 那虽然胡胜的故事 金刚是不怎么相信 不过呢 牧民说的话呢 却让金刚更加坚信 自己看到的 不是水里的木头 即便不是传说中的蛟龙 那肯定也是个 人们从来没见过的大怪物 从此 金刚他就开始留意各种各样的线索 特别是想知道 有没有人也跟自己一样 见过这个怪物 这年呢 卡纳斯呢搞旅游开发 湖面上就开始有了游艇 那金刚就想了 这游艇的驾驶员 他天天在湖面上晃悠 他保不齐有人见过 一打听 哎 你还别说 有个叫同宝明的这个游艇驾驶员 他就说了 我也早就觉得这湖里有古怪 我们有时候跑船的时候 干啥的时候 经常湖面上有时候 你一条船没有跑的时候 风吹浪静的时候 他有时候就奇怪 然后一下子突然还起有浪 就那一块有浪 走到那一会 其他就没浪 浪也挺大的 水也挺大的浪 你周围上看山也没 这样我们经常 有道是无风不齐浪 这平白无故的长袭三尺浪 同宝明心里面 他就经常犯提一步 而一听这金刚说的怪事呢 同宝明马上又想到了 另一件更怪的事 什么呢 原来有一天的同宝明 陪着这卡纳斯管理局的干部 塞利特巡护 在一个拐弯的地方呢 他们远远地看见 前面好像有一条白色的船 这湖上有一条船呢 他本来不奇怪 不过呢 保护区的这船呢 没白色 这塞利特呢 他就觉得奇怪 所以呢 他留了个心眼 拿起照相机 准备拍一张照片 而就在按下快门的那一刹那 塞利特惊讶地发现 那条白色的船呢 竟然从中间分开了 他是一个两条那个 像一个鸭子一样 睡眠上 眼前的景象啊 让两个人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他们开多马力 迅速朝那个东西呢 就靠了过去 不过呢 等他们靠上去的时候啊 那个东西呢 却沉到了水里 只留下两条巨大的叉子一样的尾巴 翻起了一阵浪框 接着呢 就消失到乌影里 洪塞利特拍到的照片上 咱们只能看到一片白翻一样的东西 但是呢 专家看了之后啊 都说有一点可以肯定 那东西 绝对不是一条船 而塞利特和同保民呢 也一再诅咒发誓 说他们说的 那全是千真万确的事情 一点也没夸张 哎 鸭子一样的身形 叉子式的这尾巴 还有巨大的身躯 那不就是传说中的水怪物 而之后不久的呢 又有一件事 让很多人不得不相信 这卡纳斯的狐狸啊 确实有主意 那是一个冷风四起的下午 还是塞利特和同保民 开着游艇呢 在湖上四处巡视 这时啊 让他们毕生难忘的一梦发生 一个 有五六层楼高的 这个椭圆形的怪物 突然从水里那冲天来起 在他们船头不远的地方 就冒了出来 这塞利特和同保民啊 当时那真是被下坏 连自己是怎么逃回码头的 都不记得 我们走到那个码头上 根本都能走不动 这样子摇摇晃晃的 不会走路一样 然后在我们到 后边 他码头上一下来 以后来人家都看了 有地震的地震 这可不是比喻啊 还真是地震 那天呢 离对卡纳斯不远的中和边界呢 发生了一次强烈的地震 可能就是那次地震呢 惊动了这个深残不漏的水关 当时呢 看到这一幕呢 不光是塞利特和同保民 岸边的有好些人呢 也都亲眼看到了 这个巨大的黑色怪物 像连炮弹一样的 从水里面冲出来 让人遗憾的是啊 因为地震 当时那大家伙啊 都乱成一团 也没人顾得上拍摄下 当时的这些画面 这也太有了 咱们节目一开始放的 那段电脑合成的 不过呢 所有的目击者 在看了这段画面以后 都说 没错 那天他们看到的 和电脑做出来的 那是一模一样 到这时候呢 塔纳斯湖里面 有水怪的消息 那算是彻底传开了 有人呢 还综合这个目击者的描述呢 画出了这水怪的样子 一看到水怪的预兆 不少人那是 咬的一声就喊了出来 为什么呢 画像 他们眼熟啊 这不就是几千万年前 一种叫蛇颈龙的恐龙吗 难道说 这塔纳斯湖里的水怪 它就是这蛇颈龙 它是个人就知道啊 恐龙那都灭绝多少年了 它不可能啊 一下子 塔纳斯湖里面 发现了恐龙的说法 那又传的那是沸沸扬扬扬 很快 这消息呢 就传到了一个人的耳朵里面去 谁呢 就是这位 新疆环境科学研究院的 袁国印研究院 这位原专家 那可以称得上是一位 卡纳斯通了 那听说了狐怪的说法呢 袁国印很是感兴趣 不过呢 对水怪是恐龙的说法 袁国印呢 却很不以为了 卡纳斯湖就是冰川 冰川抛尸出来的 根据我研究 我的研究 是三万五千年以前 三万五千年以前 它是在三万五千年以前的 第二次打兵器 绿木兵器的时候 形成的卡纳斯 据袁国印说呀 几亿年前 整个新疆 那都是一片汪洋大海 后来呢 随着地壳的上升 才成为了陆地 在冰川的侵蚀下 卡纳斯地区呢 才形成了 今天这样的一个湖泊 也就是说呀 卡纳斯湖的形成 到今天呢 才不过有三万五千年 而恐龙呢 早在六千五百万年前呢 就已经完全灭绝了 所以 这狐狸即使有水怪 那也绝不可能是恐龙的后裔 那不是恐龙 那又能是什么呢 袁国印却说不上来 所以呢 他又找到了另一个行家 准备一起来搞清楚 这卡纳斯水怪的真相 谁呢 新疆大学生物系的 向李该教授 他是我们新疆 动物学会的理事长 也就是在新疆来说 动物界的 他是我们新疆的动物界的权威 看来这怪物闹事的动静 还真是不小 这么权威的人呢 都让他给惊动了 很快 向教授啊 他就带着一支科考队啊 就到了卡纳斯 那向教授 能解开水怪背后的真相 上下就说到 新疆大学的向李该教授 带着一支科考队呢 就到了帕纳斯湖 要解开水怪背后的秘密 那么 他们打算怎么干呢 哎 人家那是做了精心的准备 可以说是布下了天罗地网 您瞧 有人在岸边的负责照相 有人在山顶的凉亭里啊 负责观察 而最大的法宝呢 就是这张特制的百米的大网 这张网一下去啊 半个胡子都给拦住了 那拉好了网 大家伙一个个那是信心失都 就算这水怪还有三头六臂 那也能把他给拽上来 就这么着过了一个晚上 第二天一早 队员们就到这湖边的凤铁一看 却一个个呢是大眼瞪小眼 全傻了 那张大网啊 竟然不见了 大网的离奇失踪 会不会跟这个水怪 他有了什么关系呢 向教授啊 就赶紧安排人手 整个湖面就散开了去找 到了第三天呢 大网 他居然在湖的这个上 也有找找过 网的一边呢 被拽到了湖底 整个是那被绞成了乱七八糟的一团 展开之后再一看 呵 原本好好的鱼网呢 竟然被撕开了一个巨大的口子 你要知道 这块的特质的鱼网 刀割不断火烧鼓的 而且呢 就这重量 它也不是一般的鱼能拖得动的 可他怎么就被拖到了湖的上游 还破了这么大的一个口子呢 哎 看来啊 传说中的水怪 那绝对的不一般 那看着撕破的大网 向教授就决定 就在湖边安营扎扎 他就不信这事 他查不出个水落石搜 哎 机会啊 说来 这天呢 湖中间突然 无缘无故的就翻起了巨浪 那向教授举起这望远镜 仔细一看呢 巨浪下了 竟然有一个巨大的影子在动 而且呢 这个影子呢 好像还是红色 这时候呢 在高处观察的同伴 他也喊了起来 说教授教授 我们看到这湖里面有东西了 就是无缘 你看着 红红的一堆东西 扯着扯着 在市面底下 有一点微味的动 那车子上这不是很微 很大 还好 徐金发当时呢 手里面刚好有相机 这就是徐金发当时拍到的照片 从照片上 咱们可以看到 湖面上的确有几个清晰的黑影 有岸边的这个 二三十米高的这个大树做参考呢 那还能够看得出 这黑影的个头是相当大 保守说呀 那也有十米开外 那看着这些照片啊 徐金发做出了一个 大胆的推测 平常就是放水 这个标准了鱼的情况 鱼的情况 难道说 这巨大的黑影 或者说传说中的狐怪 会是一条大鱼 说实在 这个想法一冒头啊 这徐金发自己心里面都没底气 你要知道这目前世界上发现的最大的淡水鱼 那也才三四米长 这十来米的大家伙 那怎么会是鱼呢 可不是鱼又能是什么呢 哎 这时候呢 相叫说他也正通过望远镜呢 看这湖里的这一出呢 而他心里的想法也跟那徐金发一样 想到了一种 什么鱼呢 大红鱼 这大红鱼呢 它又叫折罗龟 它是一种很名贵的淡水鱼种 不过呢 目前发现的最大的折罗龟 才两米多长 这十多米啊 你别说见过 连听都没人听 所以呢 向教授把自己的想法跟这老朋友 袁国硬一说 袁国硬那是连连摇头 他们看到了大红鱼 最大的鱼 比鱼头有 而摇而切大 但是我真的就 根本就不先信 我说哪里有那个鱼头大的 又要吃的 哪个鱼得了得呢 袁国硬呢 不相信 其实你换了别人呢 估计他也不会相信 一个鱼头 就能顶个212级瓶 你说谁能信 不过呢 等袁国硬他也爬上了凉亭 用摄像机拍下了那个黑暗 却不能不信 那些巨大的影子 隐隐约约 果然有鱼的情况 那又真是鱼 脑袋 果然和这汽车差不了多少 卡纳斯湖中的大鱼 可以看到它的比例 头有多大 从这样去算的话 应该像的大鱼 应该有2.3 虽然没能抓到这超级大鱼 像李盖教授呢 那还是写了一篇论文 表示卡纳斯湖里的水怪 它就是折罗龟 而且他还说这条折罗龟 个头达到了十几米 论文发表啊 立刻就引起了轰动 不弄了水的剑 不内外的轰动 这个好多国外的这个这个机构啊 个人啊 要去了四营 要去了罗西亚 要去了普劳 要去了考察 是啊 十几米的这淡水鱼 一下就超过世界记录好几倍啊 你说能不轰动吗 卡纳斯的折罗龟 那算是出名了 不过呢 这淡水鱼能够长这么大 有个人还却不相信 谁呢 专门研究折罗龟的黑龙江水产研究所研究员人物莲 任何一种生物 它都有它的生长归类和生长特点 没有一种生物 它可以能够无限制的生长 不可能 说的也是 咱们人长到姚明那样两米多 那就很了不起了 它不可能没限制的长 这鱼也一样 这人研究员呢 他还说了 卡纳斯湖就算真有这么大的鱼 那也非饿死不可 为什么呢 咱们前面说了 卡纳斯湖啊 它是一个清澈见底的冰川湖 那有句话怎么说的来着 水至清则无鱼 所以呢 湖里的鱼很少 而折罗龟呢 那可是有名的吃货 饭量大的可怕 那要真有这么大个头的折罗龟 那湖里的鱼啊 早就让它给吃完了 所以我们凭着这个到底要去看看 通过我们实际调查 把它谋清一下 经过一番精心的准备之后啊 任牟连他也到了卡纳斯 这次呢 他可是带毒的家伙 前面说的那种特质的大网 他就带了四张 然后呢 也是在这个湖里呢 四面撒网 那结果怎么样 一个星期下来 折罗龟呢 到时候牢上来了不少 你别说十米 就是一米以上的 也没见到一条 一共普到五十九条鱼 最大的一条鱼 就是七十多公分 哎 没打鱼 这一点呢 倒是在袁牟连的意料之中 不过呢 那他就想了 那徐金发和袁国映 拍的这照片和录像 那又是怎么回事呢 总不可能是 他们几个联手造假的 是不是那些大家伙太狡猾了 他躲开了欲望 哎 不知道 因为那些巨大的影子 好像知道人们正在找他 他从此 他是再也没出现过 任牟连他等了大半年 只能是空手而回 卡纳斯水怪的真相 再次陷入了迷雾之中 一直到前不久 水怪才又小小的 露了一回面 这天 中国青年政治学院的老师 李小林和同事呢 正乘船在湖面上游来 当船到了一个拐弯的地方的时候呢 离船200多米远的水面上 突然激起了一个 一米多高 20多米长的浪花 而且呢 这个浪花还在以惊人的速度 向湖心方向用去 他是从岸边往湖心游嘛 那当时在浪边就是卷的那个浪 就是一条很长的一条 白浪 就而且卷的也挺高的 当时看着 据李小林说呀 当时他很多人都注意到了这个奇怪的浪 他前进的速度呢 很快 而且他很不规则 船上的人呢 全都被这个浪啊给惊动了 那有眼尖的人呢 他就喊起来了 说 你们看哪 这水底下呀 有个好大的东西呀 当我把那个摄像机打开之后 我从镜头里看的时候 因为你把它弄得很近了之后哈 这个时候能看的就是比肉眼要看要清楚一些 实际上 那我感觉就是一条很大很大的鱼 我们再来看一遍李小林当时拍到的录像 说实在尽管不是很清楚 但你要反复看 这个浪花底下确实有一个巨大的阴影 还有露出水面的三角形的东西 也能看到那个鱼鳍哈 那么露出来 在那个 一波一波的往前游 这段画面呢 是目前为止啊 人们最后一次见到的卡达斯水怪 那它到底是什么东西 还真的会是长了不可思议的大个子的这个折罗龟吗 很遗憾的告诉你 直到今天呢 研究人员还没能找到答案 咱们的节目呢 那更没法下定论 只能说呀 希望水怪浮出水面 大白于天下的那天 咱不用等太久 到时呢 哎 红宇呢 又有故事 好讲了 好了 相信我也是金简单 就咱们下期 不明天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